但是派口罩是不用申請不法通知書的 是不是要我去問鄧炳強准不准派口罩 我才能夠下來這裡派呢 所以我也都希望警察來克制和守法 如果一會兒可能有不同的朋友都會來 去派一下單張啊 派一下物資啊 這個完全是不會犯法 不要砌人生豬肉 一個人有告非法集結 有告限聚令啊 也都希望全世界啦 現在大家都看著 看看我們香港的這個所謂警察 看他們是怎樣去濫權 怎樣去騷擾市民的日常生活 你數一下這裡有多少警察有多少市民 多謝大家 我還未找回我的義工 我的口罩都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能不能夠順利可以進行我們今天這個健康講座和派口罩 雖然我們都有備而來 我們這次沒有拿很大的音響器材 都知道他們一定會搞我們的了 但這個真的大家看到是不公道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北角啊 那些泰米啊泰油啊 他們完全不是十二豁免裡面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搞呢 還幫他們維持持續 我們一來到就 幾十個防部包圍 好像要拉要鎖 現在都不知道他們來了 來了在哪裡 不過我們都是 都是擔心他們的安全的 我們不是來到去拼拉的 我們是覺得 在法例上 在人權上 是給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我來派口罩給市民 當然是幫政府抗疫防疫 你多謝我 都來不及拿一班的勳章給我 不是來騷擾我 是不是 那 那 怎麼再拍攝 再到台上 拍攝 按摩 按摩 要不要摩 要不要摩 好 要摩 我是小朋友 我都要到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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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回来 鞋子 這座客人也是自動的 為何要是自動的 可以在這站上 這裡只有一些三百塊 香港的一份